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by 我現在減肥 但也要來吃泡妃 因為這個泡妃是一個月才有一次的 這裡就是MIRROR PLACE ONE的YAM 裡面有黑門市場自助餐 每個月只有一次 但價錢不便宜 828元再加一 差不多900元 但食物真的超級吸引 剛才我已經吃了一會 我先設定好我的位置 先跟大家再介紹 這裡的刺身竟然有金木雕 超棒的金木雕 先嘗嘗看有沒有好吃 好吃 平時去OMAR CAR SET 要一千多元 你才能吃到一塊金木雕 這裡是任食 雖然是貴一點 800幾900元的自助餐 但如果你是MIRROR MALL的會員 就有七五折的 但我不是 所以我要給原格 我看到這個很吸引 先喝醬 這是香腸 原來 我好失望 我以為是豬肉的 原來是香腸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全部包著 是帶子 不錯 黑門市場魅力的自助餐 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日本菜 而且是用新鮮直送的日本菜 所以我才被他們吸引來這裡吃 還要拍片 你看到大家後面是否很多人呢 我特意選擇人造背景 不是有人說我是收錢賣廣告 是真的在現場吃東西的時候 突然拍的 我都不好意思打擾人 因為燈在射著這麼多人 不如我先吃著 我待會再拍一下外面有什麼 給大家看看 吃完好吃的我再介紹給大家 再見 我剛剛出去拿了海鮮石窩 這個龍蝦湯 其實我已經喝了一個 我覺得很好喝 但是我另外這個 因為這個冷了 我自己再加了一些芝士 因為它外面有一大塊芝士 是刮好了的 其實是用來送麵包 但是我原創的 放多些芝士 看看它的超濃郁的龍蝦湯 會不會再好吃 因為剛才我喝了它的龍蝦湯 是超濃的 超濃的龍蝦味 超好喝 真的值這個價錢 這堆的食物 我先試試看 嘩 裡面有些融了一坨的芝士 嘩 好邪惡啊 這個要沾麵包 不知道沾麵包會不會更好吃 吸收了湯 好吃 可以在餐包拿去沾湯 再加芝士 真棒 我們一齊來看看 燒牛肉那裡是沒有人排的 但是和牛那裡是不停排長龍的 我拿了這個壽喜燒 因為這次的主題全部都是日本食物 就是和牛可以任食 它就連著鐵粉和這個低蛋白 和雞蛋黃 是整個餅的東西 因為我放了一會兒拍片 所以已經乾了 我現在馬上試試味道 好好吃 好吃 不過汁太鹹了 去到我都很多 我覺得少少就夠了 嗯 好好吃 好熱 正 這個 這個十分滿快 九分 雖然這個汁是有點鹹的 但如果你多吃點蛋的話 等一會兒就剛剛好 拿了這個鮑魚酥 是不是鮑魚酥 鮑魚 鮑魚趴 整隻鮑魚啊 原隻鮑魚啊 嘗嘗 嘗嘗 嘩 是柚子蜜 嗯 它好軟啊 鮑魚 好香 我沒試過柚子蜜拌這個鮑魚 這個鮑螺 嘩 這麼刺手 這個鮑螺才有帶子 嘩 好鹹啊 嘩 上面有味噌 不可以分開吃一口吃 嘩 其實挺香的 它燒到帶子是半生熟 不會太老 好味 清早煮天 神經病 好吃 你看我拿了多少 多少 真的呢 吃多少都不厭 因為它每隻都是花甲 這個尺寸 它是不是花甲 這個肉超大啊 它寫一寫顯 但我覺得尺寸是花甲 沒有什麼人拿的 我朋友說這個 即是坐冷板椅子 很鮮甜很滑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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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海膽 它是一塊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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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這個海膽 好吃 好吃 好大 這塊 兩層 小粒 嘗嘗吞拿魚 這個是大多洛 火夾壽司 我叫它不要燒太熟 因為我不喜歡太熟 大家如果有看開 我都記得我不喜歡吃熟的魚 喂 舖飯已經散了 我唯有這樣吃 嘩 很多斤 飯又散 大拖又多斤 即是海膽 這裏的壽司 我覺得水準不過不失 普普通通 不算特別好吃 如果你想吃很好吃的壽司放題 可以去右上角 看看這集 這個是曼谷Soul Hotel 裡面的Souchi 它的壽司就真的好像 Omakase的質素 每一塊都超級好吃 這就是專食壽司的放題 好 我待會再去看看 有什麼甜品 還有尖面美食 還有什麼美食 不記得了 待會再告訴大家 又是飄零宴的時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又是鮑魚 為什麼不停不同菜式都有鮑魚的存在 真的很高級 但是我拿的是花膠鵝掌鮑魚 試試這個花膠 吃一點就好了 OK 不過我個人不太喜歡吃中菜 然後我試試這個 超大隻燒虎蝦 然後還有兩隻蠔 有隻燒虎蝦 給大家看一下 虎蝦 好大隻 它是一個尖面 這是一個扣分的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極飽到 不如我先吃那隻蝦 我的蝦 蝦一般 先試一下麵 那麵是這樣的 是不是因為我們放久了 一餅一樣 記住大家一回來要馬上吃 不要像我這樣 什麼都放在這裡凍 麵身很硬 還有醬汁不是很掛湯 這是一般 我拿了超多甜品 外面的甜品是有超多款 有些蘋果撻 有些檸檬撻 有些卷蛋 有曲奇餅 有抹茶朱古力噴泉 很多不同的甜品 還有葡萄 超多 它還有一個雪櫃裡面 放了超多甜品 那我就拿了少少回來試一下 第一次試一下這個 這是很美的玫瑰花 一口吃會不會太多 不如試一點點 一般 沒什麼特別 Cream加蛋糕 試一下這個卷蛋 這個是紅豆卷蛋 還不錯 還不錯 挺香的 這個好吃 我朋友說這個曲奇餅 是外脆內軟 儘管試一下 OK 但太濃了 巧克力味 太濃 好膩 我喜歡吃清香 喜歡吃濃的東西 OK 但我喜歡吃清淡 看草莓 看草莓 嘩 很酸 馬上變多 太甜了 這個福奇餅 令草莓很酸 這個是抹茶紅豆蛋糕 即是乳至今時 綠茶味極濃 好濃好濃 喝了十杯抹茶的感覺 挺好吃 因為它這次是黑門市場魅力主題 所以全部都是圍繞著日本的 而這個葡萄應該不是日本主題了吧 正常 正常葡萄 還有這個檸檬 是一個蛋糕 巧克力蛋糕 好古早味 好煙韌 這個挺好吃 還有一個 Tiramisu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清新 清香 好味 甜品時間吃這個很fresh 紅豆抹茶杯 又是日本語字今時系列 嘗嘗 好甜 下面的底部還有缺餅 缺餅 拍不到給大家看 總之下面的底部有缺餅 這個缺餅很好吃 我只想吃下面的缺餅 我覺得它整體的甜品 一半一半 可能我喜歡吃一些比較清淡的甜品 太甜太濃的那些 我不適合 所以如果喜歡吃很濃的那些 可以選擇濃味的那邊 我吃清淡的那些 例如Tiramisu 那些卷蛋那些都ok的 好我待會再去找一下有什麼 吃給大家看 在吃甜品雪糕 雪糕ok了 試一下草莓 酸到盲的 開眼了 好酸啊 你還拿這麼多的 草莓也很酸 因為它本身是用來給人做噴泉的 不是讓我們就這樣吃 所以很酸啊 我忘記說了 是麥克蘭 麥克蘭很好吃 超重的杏仁味 有六個粉 有夾心餡 麥克蘭很好吃的 很香杏仁味 很濃郁虛善 有六個口味 這集就這麼多了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分享留言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次再見 好飽 拜拜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DLS 留言 讚好 和分享 記得訂閱 友好 我們下次見 快按讚 啥